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会演节目 今天的财经新闻 我们将会说到以下的内容 南北韩大规模出动战机 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美国出手了 大陆各界名人纷纷移民 但有的人跑不出来了 科技业放缓 推特可能裁员一半 苹果亚马逊公司冻结招聘 世界首富马斯克订购了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飞机 起价要7800万美元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吧 朝鲜近期军事动作非常频繁 让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急剧升温 4日 韩国80架军机升空 因应朝鲜出动的180架战机 美国则计划在朝鲜半岛周边 部署更多的可携带核武的战机 并再次强调 朝鲜如果核攻击 将导致军事政权的灭亡 专家分析 如果朝鲜敢伺机攻击 美国也可能使用核武回应朝鲜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4日宣布 军方发现180多条朝鲜军机的飞航轨迹 军机在由韩国划定的战术行动线以北领土 和东西方海域等多地行动 期间还实施空对地射击 韩国空军也紧急出动了包含F-35A在内的 大约80架军机升空阴影 并通过后勤支援以及防空战力 确保全面的应对状态 而当前正在参加美韩军演的 240多架美韩战机 仍会按照计划进行演训 维持戒备 朝鲜近日频繁的大量试射导弹 两天前朝鲜发射的一枚导弹 首次落入韩国领海附近 韩国总统尹熙悦指责朝鲜形同领土入侵 韩国空军出动战机 发射三枚空对地导弹回应 近期事件显示半岛紧张局势显著升高 战争一触即发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周四在与韩国国防部长李中谢会晤时强调 任何针对美国或其盟国和伙伴的核攻击 包括使用非战略核武器都是不可接受的 将导致金氏政权的灭亡 而美国五角大楼在上周发布的国防战略中 也使用了类似的措辞 美国政府还计划在朝鲜半岛周边 部署更多的可携带核武器的战机 可加强贺阻力 李中谢说 美国透过在朝鲜半岛以及周边 增加部署频率和密集度 达到相当于常态部署的程度 来回应平壤的挑衅 奥斯汀强调 五角大楼不会在驻韩美军基地 新增常态部署可携带核武战略资产 但是会定期进出 他也指出 美国近日重新在韩国部署可携带核武的第五代战斗机 而且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最近也五年来首次访问韩国 也释放相当强烈的讯号 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朝鲜问题专家 车维德他说 这项警告不意味着新政策 但是比过去华府首尔的警告明确得多 这是在提高延伸贺阻 核武台式评估报告内容也显示 如果朝鲜在美国与另一大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时 伺机攻击 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回应朝鲜 中共二十大之后 大陆各界名人移民跑路的消息广传 但也有跑得慢的名人被管控出不去了 舆论认为名人们纷纷跑路 是因为不看好中共治下的中国前景 他们的离开必将带动文革后第四次移民大潮 2022年 名人已经润和僵润的消息引发关注 网络热传移民的名人有 中国蓝鞋主席姚明 大陆著名舞者金星 曾在中国最火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担任嘉宾的岳家 盛传中国的名导张艺谋冯小刚也认去了美国 冯小刚则否认移民 中国地产界的女首富 原龙湖集团董事会主席吴亚军日前辞职了 导致龙湖集团股价暴跌 隔天吴亚军赴美的消息见报 网传京东集团的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刘强东也准备润了 近日有网友在美国商场看到了刘强东 也有传言说 刘强东以5.6亿元拍下了意大利的一处别墅 2019年至今 刘强东至少已经辞任298家公司的 总经理、董事长、股东等职位 据不完全统计 从2016年起至今 刘强东减持股份合计套现 超过了640亿元人民币 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矽金河在脸书发文提到 中国大润潮 房地产大亨纷纷跳船 选择跑路的越来越多 但也越来越困难 他说除了吴亚军 最早跑到美国的是潘石屹夫妇 老板跑了 SOHO中国的股价从4.78跌到了1.13港元 再来也是中国首富榜上的碧桂园 杨国强、杨慧妍妇女 账上负债2亿港元的碧桂园 几乎只剩下一个壳子 现在他们妇女也在大润潮的榜单上 谢金河表示 还有股票停牌的世贸房地产的许容茂 富力的李思连也走了 没有跑的 像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 可能是跑不掉了 江苏南京零售业人士许静 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最近许多行业的大佬们 对前景感到悲观 打算离开中国 但为时已晚 他们现在因为欠了很多钱 在国家管控名单上面 负债那么高 尤其这些房地产老板 苏宁电器老板 都是在国家管控名单上 没那么容易出境 黄光玉出境更难 因为他有坐牢的案底 谢金河说 大多数房地产大亨 都不是从经营中获利 而是透过良好的政商关系 向银行搬钱 借的越多 企业滚的越大 弄到的钱再汇到海外 这个大洞先是王健林被堵住 现在许家印被看管还债 他们该倒不倒 只是在清理资产而已 现在看企业快顶不住了 选择跑路的越来越多 但也越来越困难 此前有投资移民咨询公司曾预计 2022年将有大约1万名资产过百万美元的中国富豪移出中国 人均带走大约480万美元 总计会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 仅次于俄罗斯的人员流失量 在全球排名第二 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总数大约是7000万人 分析认为 随着中共极端的疫情管控 以及二十大后 民间认为中国可能重回文革时代 导致大陆第四波移民潮来临 近期几家科技巨头宣布裁员或冻结招聘 显示科技行业的放缓变得更加明显 推特公司从4日起开始裁员 亚马逊公司表示已经暂停招聘新员工 苹果公司则冻结了几乎所有业务部门的招聘 根据法新社看到的推特内部的信件 自美国加州时间4日上班时间起 推特员工们将透过电子邮件得知 是不是能保住饭碗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报道 推特的7500名员工中 大约有一半将被开除 全球首富马斯克10月底完成了推特收购案之后 立即解散了董事会 并开除了执行长等高阶的主管 推特员工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开始分发一份裁员指南 上面有关于如何处理被解雇的建议 推特3日发送电邮 请员工们结束工作回家 4日再到公司上班 这封电邮提到 为了让推特走上稳健道路 我们将尽力减少公司全球员工的艰难程序 同时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亚马逊 周四宣布 因宏观经济前景恶化 公司已经决定暂停招聘新的员工 亚马逊预计今年假日季度的增长 将创下历史的最慢速度 年初至今 亚马逊的股价已经累计下跌超过45% 市值蒸发超过7000亿美元 财报还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 亚马逊在全球有154.4万名员工 同比增幅只有6% 另外 苹果内部人士透露 苹果已经冻结了几乎所有业务部门的招聘 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最长可能会到明年9月 苹果未来一段时间招聘的 只有零售业务部门 这一部门需要季节性增加员工 以应对零售店人流量大的假日购物季 苹果在全球的全职员工大约有16.4万名 在2020年疫情的初期 全球范围普遍出现了电子产品需求暴增的局面 导致半导体产业迅速扩张 但是最近芯片公司的高管宣布 目前的库存水平居高不下 许多产业暂停招聘并削减成本 华尔街日报4日报导表示 包括高通 英特尔等企业 都宣布了削减支出的计划 高通承认目前国际领域出现 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局面 芯片产业从早先的供应短缺 转为需求下降 高通认为在往年 电子产品制造商会在节日季节之前囤积芯片 但是今年这种现象没有出现 可见环境的动荡与变化 预计芯片储量过剩的情况 还需要几个季度才能解决 高通预计国际市场的疲软情况 将持续到明年9月份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行业巨头开始准备过冬 美光科技公司将当前财年的 资本支出计划减少了30% 英特尔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 下调了20亿美元至250亿美元 台积电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 下调了10% 行业指出芯片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在高通胀的环境下 减少了对电子产品的消费 造成制造商的库存积压 这个问题也传导给了芯片商 加剧了国际芯片产能过剩的局面 美国媒体商业内幕2日报道 拥有4架私人飞机的世界首富马斯克 已经下单购买了一架 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公务机 弯流G700 G700是弯流最新的喷气式飞机之一 最多可以容纳19名乘客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特制私人飞机 这架飞机预计将在2023年初交付给马斯克 但是也有可能延期三到六个月 因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正在审查该飞机的转件 G700的起售价是7800万美元 大约合5.7亿元人民币 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 平均飞行一个小时的成本在6.3万美元 它的最大航程大约是14000公里 可以从新加坡直飞到旧金山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略低于音速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今天的新闻中有提到 朝鲜近期在不断的射导弹 并且大规模的出动军机 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在背后挑事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认为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关于今天的新闻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也拜托您点击小铃铛订阅 并点赞和传播这个节目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